三,做一个不太合群的人 一千个读者心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眼光和判断 都知道个体有差异 可很多人当自己的眼光与大众不同的时候 就常常会抛弃自己的观点 做一个伪合群的人 明明觉得刷剧,聊八卦,无聊的社交很没意思 还是假装很感兴趣 明明遇到问题,有不同观点 为了不成为异类,却沉默不语 明明不赞成一些主流 也还是随波主流,按部就班的生活 人一到群体中,智商就严重降低 为了获得认同,个体愿意抛弃是非 用智商去换取那份让人倍感安全的归属感 除了降低了智商 很多时候太合群,会让你错过很多东西 前段时间,闺蜜期待了很久的一部电影终于上映了 午休时,她兴致勃勃地订了电影票就和同事闲聊起来 提到那部电影,一个同事开始吐槽起来 说电影网上评分很低 然后其他同事也七嘴八舌地吐槽起来 之后的出来的结论是,这部电影根本不值得一看 随带着还diss了一下闺蜜,说看这种电影的人感情都很廉价 闺蜜听了以后兴致全无,晚上还纠结要不要去看电影 后来,我们一起去看了电影,以致认为电影还不错 根本和其他人的评价不同 一部电影如此,生活中还有太多事也何尝不是这样 试过才知道好不好 因为合群你可能错过一部电影 同样的还会错过太多适合你的人,适合你的路 从今天起,愿你做一个不太合群的人 有自己的爱好与梦想,有自己的生活方式 独立思考,理性判断,不迎合他人,只遵从自己的内心 不活在大众包裹下的世界里,才能遇见一个专属于自己的世界 四,余生,做一个不太好相处的人 很喜欢卓别林七十岁生日时写给自己的那首诗 当我开始爱自己 当我开始真正爱自己 我开始远离 一切不健康的东西 不论是饮食和人物 还是事情和环境 我远离一切 让我远离本真的东西 从前我把这叫做 追求健康的自私自利 但今天我明白了 这是自爱 愿你,从今天起,做一个不太好相处的人 远离一切不健康的东西 无论是人还是环境 听从你的内心 爱你所爱,行你所行 愿你,从今天起,与自己和解 好好爱自己 这个世界,从来不缺少完美的人 缺少的是发自内心的真心 正直,勇敢和无畏 人生很长 每一个人都是原创 不要活成盗版 你可以让岁月磨去你的缺点 变得好一点 再好一点 但千万不要让岁月磨平你的棱角 变成那个连自己都不认识的其他人 因为,那个爱增分别 有思想,有个性的你 才让你成为了与众不同的你 这个世界上,尤其只有一个你 你就是唯一的 活成你自己 才是此生最重要的事情 别物费 听 pam